我们的对台大政方针是非常清楚的 当前引发台海局势紧张动荡 根源是民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 当然也有外部势力打台安排 企图以台制华 所以外部干涉和台独势力必须得到遏制 只有得到遏制了台海才能够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 那么第二大陆的对台方针政策也是一贯的明确 我们将坚定不移的坚持和平同一国两制 并且愿意坚持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来追求和平统统的前景 当然我们也明确宣誓 也明确宣誓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那么我们针对的 大家知道是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 不是针对台湾 也不是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所以我想这个连岸同胞 还是要这个变明是非 认情利害 那么一致共同反对和抵制 这个台独分裂活动 不能让台独分裂 这个灰犀牛 那么最后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局面 从而呢 大家来共同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来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 大陆是在尽最大的努力 以最大诚意 追求和平统一 因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 没有人比我们更愿意 也更真心实意的看到两岸的和平统一 没有人比我们更有这样的诚意 但是呢 当前台海局势确实是动荡紧张 那么未来啊 这个何去何从 我想啊 端在民党当局一年之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